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执政底下都办不了这一号人物吗 这不就是匪谍吗 他整个作案的过程是 1995年到2000年 请问谁执政 中国国民党执政 是中国国民党执政 那么不客气说 当年在一些所谓的情治单位里面 确实有一些漏规 各位不要忘记 何志辉 何志辉哪一党 何志辉 那么调查局去抓他的时候 竟然可以事先得到相关调查 调查局人员的密报 有人偷偷密报给他 然后还从二楼跳窗跑掉 你知道吗 不了了之 最终现在也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事实上 那么现在这个状况 两岸关系这样子 我告诉你 我们在对岸的军事 我觉得我们现在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情报 其实还源源不断进来 当然共敌也不遑多浪 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的情报 你可以发现 美国到一段时间 问一个什么国防问题的时候 那么国防部会直接跟你讲说 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表示他有真 我们有真插在对方那边 对方当然也有限在我们这个地方 情报本来就是叠对叠等等 所以可是冤有头再有主 21年多以前的刘冠军案 是中国国民党执政时候所留下来 当时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个事情 你可不要忘记 当年的奉天专案 那么前总统李登辉 因为这样子被特征组给起诉 虽然后来判无罪 官司拖了很长一段时间 阿扁还把奉天专案的 这些专秘密的公文 带到家里去 所以你要知道当时的时空背景 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各位 我记得五十几年前 五十几年前 我在台北市帮我们的老厨 我老爸从日本带回来一个 当时台湾的收音机 哪机友是要有执照的 才能听的 长坡短坡 SW1 SW2都是截断的 结果我没想到我爸爸竟然 有办法从日本 因为他是日本台桥带回来一个 我好高兴 打开一听 都是我们的情报人员 我们相关的国安单位 在跟对岸的情报人员 用电讯在通 通那些东西在干什么 包括他要的钱 包括他要的黄金 包括要的弹药 这些东西都是利用这个管道 而那些钱都不是你看得到 当年不在立法院的时候 全部是机密预算 而这一笔奉天专案 也就是三十多亿 就是总统的小军库 用这个东西来从事这些 当时对台湾来讲 我们受到中国打压 然后必须秘密进行的 相关的东西 你要知道 记不记得那么1996年 台海飞弹危机 阿贵白说过一句话 中国在这个基隆 跟左营所打的飞弹 亚巴蛋 有没有记不记得 刘连坤事件 我们在对方部件最高层级 少将的刘连坤事件 本来都没有人知道 你做梦也想不到 刘连坤为什么后来会不会 会用毒针毒死 然后破获了几十个人 为什么会破获 是我们自己人干的 你知道吗 我们自己人是共谍 我们自己人是共谍 结果没想到 我们不知道 找这个共谍去街头 是呀 找这个街头 去街头 本来有一位台商 他本来可以顺利从上海机场 他坐到飞机了 想说起飞 我可以回到台湾了 他就来飞机上面 被机舱门打开 中共国安部把他抓起来 所以你要知道 当年我们的环境是这个样子 所以才会有奉天专案 这样的一个钱 现在全部都要经过立法院了 现在秘密的这个经费 都要这样做了 但是千万不要把刘冠军 当成是昨天才发生的 令人感到忧心 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 二十一年了 才以这个叛国罪 来展开全面性的通緝 为什么 为什么要二十一年才知道呢 其实我们在找二十年前的媒体里头 都是在报道 什么是奉天专案 什么是当阳专案 什么是民德专案 都知道这是国家最高机密 而有人把国家最高机密 已经交给中共的同时 二十一年后的今天 竟然才以叛国罪来通缉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国安单位太离谱了 当然大家要思考 是在党国体制底下的情治人员 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效忠中华民国了 在党国体制底下 到底有多少情治人员 是效忠我们台湾政府了 不该好好的盘查一下吗 从事发到现在 你会觉得有一股势力 是不是在护航刘冠军 如果刘冠军 他曾经出现在中国 甚至加拿大 甚至在美国 辨识度不低的状况底下 中国也有敌后人员 我们怎么会办不了这样的匪谍呢 国安难道专门都是情妖气 咳暴地吗 来加入我们讨论 包括台大的感染科的主治医师谢思敏 还包括了那个李理师来到我们现场 你看到国安单位养了多少米虫 边防单位养了多少米虫 又有人要闯关进来 而且这一次呢 虽然我们雷达发现逮捕了 不过我们的国安单位 我们边防单位 要不要制定一个规则 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立刻逮捕 甚至逾越到什么程度 必要时可能歼灭跟开枪 来看这是在上个月 我们才跟你报道 上个月呢 中国籍男子他叫周仙 开着 说号称是在淘宝可以买的 六万多的军规的橡皮艇 他从福建的偷渡到台中港被抓之后 应该不能说被抓 他是在这个港边呢 等了两个多小时 是被旁边施工的工人发现之后 靠地面好像逃走呢 给老板说 我怎么看到好像有一个中国的男子 彩蝶虾 他立刻发现鸡寒交迫他 买个便当给他吃 这个案子才发生五天了 现在呢 昨天的金门又发现 有中国籍的男子使用 港宽式橡皮艇 想要偷渡上岸 这一次呢 当然海巡队的人员 透过了雷达 掌握他的行踪 等他一上岸之后立刻抓人 我要问的是 要等他上岸才抓人吗 五天来了第二起 你觉得测试台湾的海防 难道不够明显吗 来 谢医师加入我们讨论 包括了张将军 包括了李律师 先看这个大现场 金门的海巡队员 早就已经发现 偷渡客的行踪 等他一上岸 立刻上前抓人 站在检疫的橡皮艇前 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 被两名穿着隔离衣的 海巡队员上靠逮捕 因为他刚从中国企图 偷渡金门 橡皮艇上的黑色行李箱 底部和轮子都沾满了泥土 海巡人员经过丈量后 打开发现 里面除了有行动电源 银行卡之外 竟然还有猪肉水饺 立刻进行销毁 这起偷渡案 发生在金门北面海域 4号凌晨4点多 海巡队员发现 一艘可疑船只向岸边航行 透过红外线热影像系统 确定异常后随即进行部署 封锁周边道路 并在5点53分 成功逮到偷渡客 相信男子将会在进行隔离后 交由地检署侦办 只是这已经是五天内 第二起中国人 开橡皮艇偷渡案 已经牵动国安高层的敏感神经 来 李箱长我想请教了 测试是不是意味非常浓厚 连续五天了 两起中国客偷渡 而且都是滑橡皮艇 这一次听说 上次还有附马达 这次听说没有马达 如果没达 就会过来 为这个外島 然后过来 这边就交给金门 来 你怎么看 一件事情 如果连续的巧合 那么这件事情绝对有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四月三十号这个十点半 他从十四市这里出发 那出发的时候 其实十四市已经不是 那个未开发的地方 其实他的沿岸非常多的一个住家 那怎么没看到一个人 他要在旁边去踩那个 那个橡皮艇 然后橡皮艇还有悬外机 然后他要扛着四十二公斤 难道没有人帮助吗 这是第一个奇怪 第二个奇怪是十点半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回溯到那一个时间点 去看他的海象的时候 就是海波浪的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取的是哪一个地点 因为我们取的直接就是金门这个附近 但是他的他的那个位置其实在外面 不在撂螺湾里面 其实相对比较比较可信 他的浪高从四公从零点四公尺 也就是四十公分 降到三十公分 然后再降到二十公分 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中央气象局 或者是中国的中央气象台 其实对于预报没有这么详细 然后他那个他从十四市一直到台中港 这一百八十五公里 一百八十五公里他的时速 他使用悬外机 那时速二十公里 那当然我们的长官说 这个他应该是中间有人接应 这当然是一种可能 不过不要想太多 为什么这么说 事实上来讲 我们去看他的这个悬外机 他事实上是四匹马力的 那以四匹马力的这一种悬外机 他每小时耗油是二点二公升 二点二公升 他大概来从从十四市 一直到台中港 约略就是十个半小时 那十个半小时 他一共耗油二十三点五公升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那个油箱的状况 符合他那个符合这个速度 那至于说有人会说 你海军为什么没发现 当然海军我们叫做淡棚海征 就是海峡征巡 所谓的淡棚海征 就是从淡水到澎湖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那海峡征巡 对不起 这个范围非常大 然后而且我们刚刚特别讲到说 他的那个海浪浪高 大概就是三十公分 那他的那个橡皮艇 多高三十公分 也意思就是海军的雷达 就是舰艇上的雷达 或者是高山战台的雷达 都会认为那是一个海浪的杂讯而已 好直到他在台中港登陆之后 这个时候又是另外一个奇怪的地方 为什么他登陆之后 对大概到了十点十一点之后 海浪又开那个整个海巷开始变坏 意思就是这一切应该都是设计过的 没有这么刚好 然后他上来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间点他是晚上 那晚上的时候 那如果说你从台中港外看台中港 第一个 他应该笑死了吧 他觉得说 哎 竟然没有人来抓他 他就觉得非常意外的 他一定觉得很意外 怎么会是这样 对对对 然后然后他如果说他日落以后 他直接可以看沿岸灯光 那个时候他就可以靠延安灯光导航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从这么长一段距离 而且浪都不高的时候 他怎么导航的 就是茫茫大海 我们现在开船 你要有电罗机 你要有GPS 那他到底用的是什么 我唯一研判 就是他要吗 用手机导航 要吗 他是带了直北针导航 那这两种使用都不难 都有可能 然后他到了台中港 我刚刚讲的 除了沿岸灯光 还有台中港火力发电厂的 那四根大烟囱 非常清楚 因为上面还有防撞的灯 所以也看得到 那我们来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就责 不管是海巡署 或者是海军 我们就我就讲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 在就责之外 没有想新方法 就责当然也很重要 就责当然很重要 因为这个地方 海防当然睡了十几个小时 对吗 人在那里踩在那两个小时 为工人发现 当然又就職 当然陈储 而且请问一下 国人朋友 找找看 这个案子陈储了没 当然该陈储 你睡了十几个小时 这边没睡了 这边到那个从哪里 从厦门的这个大邓 大邓岛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他说他这边 这边没有悬外机 没有悬外机 这次他用华讲的 有可能吗 有可能 有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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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略大哥 你一直在笑 有可能吗 够够够 连马达都不用了 有可能吗 不要这样低估人家 那当年我们的马三连连展 那个等于说林义夫 人家是靠两颗球 就这样子游泳就过去了 所以人家这样用一个橡皮顶 然后两根这样子滑滑滑 他还滑了五个小时才过来 好 女舰长讲的没有错 各位要小心一下 为什么呢 如果他要投奔自由 不是投奔自由离我们很远 你知道吗 现在也都没有黄金了 以前都还有飞机飞过来 对不对 一千两三千两五千两 现在没有 以前有一段时间 我记得大概十几次 随便只要掏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呢 那个中国的民航机上面的空户人員说 接机 然后飞机就给你飞到台湾来 总共十几次全部法办 全部法办 然后做完牢以后把你遣送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没有再听过所谓的投奔自由 五天内两位投奔自由 对 两位都不约而同了 那很简单 不约而同 那个塑胶 从福建 一个从厦门大灯 都没兵准 都没缺 一个从福建这个实施 直接过来 你们把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解放军拥有三艘航空母舰的 中国解放军 你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啊 你知道吗 随便下来就出去了 没人知道 各位要小心 为什么 他们都说他们要投奔自由 可是他们不约而同又说 一个是在四川 一个是在广西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花六万块去买这个橡皮艇 对 去淘宝买的 我告诉各位 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大圈仔 知不知道 大圈仔是什么 偷渡到台湾来的 以前偷渡到香港去了 大圈仔 以前偷渡到香港 就为什么叫大圈 因为大型货车的内胎的 那个货胎那个圈 有没有 直接在里面弄住 就这样游泳这样过来 所以叫做大圈仔 你知道吗 他如果真的 只是单纯要偷渡 他还要大张旗鼓 还要去扛着一个橡皮顶 还要给他冲气 然后还要划五个小时 然后才上岸 不过啦 我们就事论事啦 至少 至少 我相信那个 刚刚小金一直问 对不对 台中港的相关 一定会成熟 你知道吗 因为你让他上来了 还没成熟 你让他上来了 一定要成熟 为什么呢 你让他上来了 天哪 我们这一位到金门去的 带了16颗水饺 你知道吗 鲜肉水饺 后来赶快把它销毁 对不对 他扛一头猪 是非洲猪人的猪 上来怎么办 对 怎么办 我问你怎么办 他扛一袋 C4扛一袋 塑胶炸弹 扛一袋 TNT炸弹 然后到你的台中港也好 还是旁边的这个火力宽展厂 砰一下 到你的这个电塔站 砰一下 那怎么办 你都不知道 你把大圈仔直接这杀手送上来 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至少这一次 我们旅舰长之前就已经建议的 红外线热险巷 以路发见效嘛 雷达不确定 用那个一看 就是人 你知道吗 马上就知道 我不相信我们的海军 跟我们的海巡署 还有暗巡的雷达 好像是装饰品的玩具 可是大家皮绷紧一点 这次听说人都还没有上岸 已经在那边等了 你知道吗 所以可见你们是做得到的嘛 那预算 海巡署的相关买这个红外线的热险相仪 对不对 这个东西的预算 尤其以西部为主 那么西部这边容易被他们上来的 我们有几个点 他们可能会上来 可能会偷渡上来 你怎么没想到 我们的特种部队 还是美国的海豹部队 这些都是用橡皮艇 对不对 对 那中共如果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相比铃都上来 他就知道你的海军跟海巡看不见 看不见 他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渗透进来 今天来的是一个平民 对 今天来了如果是六个特战人员的话 我跟你讲 他可以搞得你欢天赴地 三十年前我们就是受这种训练 绝对有本事搞得你整个台湾翻天覆地 而且你还不知道到底是谁干的 对 五天两度这个橡皮艇 上面有一个摩打 说他准备了九十公升 只用了三十几公升 有人说准备九十公升 可能还要准备要回去 他就来去自如 观众朋友 你相信吗 这我请教的是吕建长 这个张艺 张将军也来到三立的摄影棚 马上也要请教他 你看他够这尊 一个人 一样一个人 没骂打 这边没骂打 海行署在金门的北面的海域 发现他可疑的光点 持续向暗计去航行 经过了红外线的热向宇宙 OK 确定了 接下来这个男子 从三十三沿着海滩 上岸立刻待步 我刚刚看还跟他量体温 老实说 他要是手上背负有攻击性的武器 你体温都来不及量 你可能整个 在整个外岛里头 如果这是发生在台中港 这会是发生在金门的三十三 有可能炸毁 因为张将军上次就举一个小小皮箱 惊悚一个案例 这一回呢 说上次那个江姓男子 上次这个也是在淘宝买的 这在淘宝 那不是淘宝买的 丁扁六万五千块淘宝买 这个像姓江的男子 也说在淘宝买的 然后里头还有行动电源两颗 手机两只 银行卡两扎 有熟的猪肉水饺 十六颗跟工具刀等等 携带的猪肉水饺 立刻被销毁 刚刚热大哥谈得非常好 如果是一头非洲猪瘟呢 来这里头的诡异在哪里 因为相继已经登上CNN跟BBC 来你怎么看来 里长 第一个我们看到 他是要滑桨 那个要有练过 滑五个小时 真的吗 健身房滑半小时都快崩溃 滑五个小时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他从上一次的经验 学到什么 上一次肚子饿 所以要便当 这次准备了水饺 那其中最可疑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他为什么要带两颗行动电源 意思也就是 他还要对外联系 不然既然要投奔自由了 他要 他要什么行动电源 那而且他手机也有两支 那他到底对的对象又是谁 而且我们要这样讲 什么叫做投奔自由 约约在十年前 我在那个世新大学念新闻所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陆生 他们都听不太懂 什么叫投奔自由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觉得在大陆没什么自由 那他为什么会讲出这个专有名词 那也就是这个名词 其实中国大陆也不常用 对不对 那就好像我们一般 你去问我们十几二十岁的小男生 小女生 他会记得要讲回归祖国吗 他一定也不会讲这个字 因为他的词汇里没有这个字 所以会讲要来投奔自由 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诡异 然后我刚刚瑞德大哥的确说的是 就是事实上来讲 他们不断的在刺探我们的海防 那个时候我们讲说 有非常多的民航机来 那个时候报纸的那个下标叫做什么 每逢家节必节机 那因为他都是放假的时候来 然后他在刺探你的一个防空情报 到底是不是能够确实掌握 而且如果当时当时画的路线 没有两条路线是一样的 意思是什么 他不断的在刺探你的那个雷达 是不是能够有效征获 什么时候征获 什么时候派机拦截 这个都是算 我问你一个问题 那个同样问题 我也会请教张将军 解放军最可能的登陆方式是什么 有没有可能像这样一个橡皮艇 化整为零 而且一进来之后 如果如果新秀这边台中港 可能困十几天 没人给你插 当然里头 他可能转为内应 或者是内应马上跟他进行接头 可能什么样的方式 会登陆台湾解放军 这个一周一艇可以 可是百周百艇不行 那这个是什么进来的 第五纵队 就是刚刚瑞德哥讲的 他们要派敌后人员 到时候里应外合来破坏用的 那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的观察 解放军他的建制的话 事实上从海南舰 也就是零七五两栖攻击舰 那他的未来的登陆模式 不要再讲说 他要以舰艇登陆 那个都是后面的事 他一开始要做的 就是垂直的激将登陆 那个速度最快 而且他在今年的南海战区的一个 那个跨海跨海区演练的时候 他也演练这件事情 而且之前在朱日和习近平阅兵的时候 他也展现了这个能力 也就是说什么 我们千万不要想到说他们现在就合在一起训练 为什么讲这件事 我们回想所谓的珍珠 通袭珍珠港 日本到底练习了几次 如果是这样的船团组合起来 一次都没有 他都是所谓的驱逐舰练驱逐舰的主力战舰 就是主力舰练主力舰的航空母舰 跟他的那个飞机练航空母舰 然后等到战时的时候 再一起组合起来 实际上来讲 他们只进行过两次兵推 那也就是说兵推可以控制的 例如说三十人 少数人 然后大多数人知道 他们可能未来要抗敌 可能要作战 可是目标是什么 完全不知道 直到全部集结起来 拿望远镜看一看 原来是如此 那个时候才看出成型 现在解放军就用这一套 就是他的突击兵 用他练他的突击兵 然后他的那个两栖攻击舰 练他的两栖攻击舰 他的战斗群 练他的战斗群 到时候集结起来 就可能对他作战 所以我们刚刚一度谈 我们国防国安单位 养了多少米虫 我们的边境 我们的海防 是不是同样 也养了非常多的米虫 来舰长你回座 来张将军 我想跟你请教 我请教的是张云霜老师 所以像这样子连续的橡皮艇 会不会变成是我们海防 跟边境的破口 大栋这个地方 我真的还去过 但是我用我自己的 现身说法告诉大家 这根本就是预谋好的 因为我去厦门大学 客座的时候 下大叫说 我带你们到另外地方 看金门好不好 不想说厦门也看到金门 但厦门岛看到金门 是小金门 他特别把我带到 大栋岛那一头去看金门 这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第一个 大栋本来是金门 县政府之所在 是因为国购内战之后 大栋基本上撤退到 金门本岛 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还跟我讲 你看直线距离多近 你看金门岛一览无遗 他别人讲到说林义夫 当初就从那里叫马山 隔壁叫角宇 两千多公里就直接游过来 只是林义夫当年 他是利用5月16号晚上 最大涨潮的时候 然后又连长的保管的 救生一家篮球游过去 但林义夫上去的状况是什么 他不敢动 为什么 因为角宇或是两岸 这个紧张的时候 他一上去 他随便乱动的话 有可能被人家射杀 甚至可能踩到地雷 所以刚才我们的旅舰长 讲得非常好 那个中国人士之前 上到台中港的时候 忽然发现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好像有如如如如入无人之境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那我刚才说 我在大凳岛的时候 我想说我要看金门 我下去海滩走一下 总可以吧 我下去没多久 类似解放军跟公安的人 直接来盘查 你要干什么 我去看我台湾来了 我看金门 应该没有问题吧 他直接来盘问 请问你们这些人要做什么 他不是担心我游过去 不是说一坏一 林一夫游过来 像我游过去不是 他是担心我在这地方 窥视他的军情 或是要收集他们的情报 虽然那只是一个海滩而已 那请问这个大辣辣的 虽然这次不是42公斤 光天化日之下 扛着这东西立刻要下海 你是当解放军 或是沿岸的住房的公安 是没有人的吗 这个叫做李应外合 持有特殊的任务 这第一点 第二点持有特殊的任务 干嘛呢 刚才瑞德哥跟我们 吕舰长都告诉大家 因为之前我在节目上讲过 1993年短短半年之内 中国民航机 捷机来台湾共10次 目标哪有都一样的 口号都叫投奔自由 然后目标都来 我要飞往中正国际机场 1993年 那时候做这样测试干嘛 因为很简单 他了解我们的空房 他对捷机相关的SOP 结果这么凑巧 这两年的 1993年的捷机案 这么平凡之后 没多久 就是95年 96年导弹危机 现在还在测试什么呢 测试不同程度的 比如说远度的这个渗透 或是近距离的渗透 然后看看我们的反应是什么 最后要讲一个故事了 我以前念东亚所住宿舍的时候 那个韩国学弟 最后要跟我分享 他说台湾基本上相对安全 因为韩国当兵多一年 三年他当海防 他是真实跟他的单位抓到北韩的蛙人 因为北韩要渗透南韩的方式很多 有人考虑说首尔要迁都 因为离38度线太近 每一年首尔附近都会发现 一大堆的地下隧道跟地下通道 接下来是什么 因为韩国的海岸线也很长 北韩只要透过小型的潜水艇 然后想办法载特殊的渗透的部队 在外海的地方 然后挖人有装备 他直接游战 这是要干嘛 这是要搞破坏 搞渗透 但是我认为这次 五天之内两次投奔自由做法 倒不是渗透 因为抓到之后发现 他只有这些东西 他是在干什么 他是在做大内宣跟测试 大内宣的地方是台湾的海防不堪一击 一定会有人带这样的风向 第二是什么 看看我们的反应 我刚才说过 对重大港口的 比较远距离的 其实台湾跟中国最短的距离 应该是平坛到南辽这一段 大概一百多公里而已 他会不断测试我们那么漫长的海岸线 哪些地方是台湾海防的薄弱环节 不断测试的结果会得到一些记录 得到一些教训 得到一些启发 所以最近最重要的新闻是 国安危机 还是不断的正在发生之冲 我觉得我们的国安高层 要正视这些很重要的讯息 来 将军你忧虑吗 包括CNN 包括像BBC 都已经注意到五天来 两度 橡皮艇偷渡 都说要投奔自由 测试的意味 是不是真的太明显 太明显了 将军 对 这个我认为绝对不要等闲四肢 因为他这个是试探 只要试探成功了 整个航线都测试 这个CNN讲得很清楚 很简单 一个橡皮艇 加上90公升的汽油 就成功地偷渡到台湾来了 如入无人之境 上岸了 将来如果是正规军 那还得了 整个激临城下我们都还不知道 我们还在睡大觉 这一次是从厦门 小凳到大凳 然后到金门 很清楚小凳大凳 我们看这个图比较大 也是这次没有悬外机 滑过来了 对 只要成功了 做长线测试 失败了被抓到了 我投奔自由 就变成这样子 哒哒哒就这样子了 连没有装马达 也可以成功 也可以啊 换句话说 他这个桌子 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这个金门跟厦门 早就小三通了 人来人去 金门到厦门 厦门到金门 小三通就过去了 你要投奔自由 还要那么大非周章吗 不用大非周章 他这个在做航线测试 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 一定要提高警觉 所以BBC跟那个CNN 都有在这边说 CNN的话 这个上了国际的版面去了 这换句话说 这是很重要一个警讯 我倒认为 这是灰色地带 军事上面 都要从大处左远 小处左手 绝对要谨小胜为 不可出乎大意 不然的话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增厚 你看他这一次说 我雷达侦测到 然后立刻就是逮捕了 不过我看他对他量体温 你上次举一个例子 如果他手中拿的是一个皮箱 而且是有爆炸威力的皮箱 那怎么办 那难以想象 那不得了 会怎么样 这个的话进行突击 或者是进行斩首 对 现在如果那个橡皮艇 上面栽的一堆炸药呢 那栽的 他如果是要栽炸药的话 对 他栽炸药上岸的话 随便放个地方 设定个时间 我要重重离去 我设定个两天 你还没逮捕我之前 我先炸开了 对 我先带个两天 我放到一个地方 重要的政均设施 可能是一个发电厂 可能是个变电锁 也可能是一个 政府的重要的政均设施 我这个一调好 我一放到那边 反正这个也不占什么 体积面积嘛 草一覆盖 我离开了 两天之后炸掉了 没有啊 没有人在现场啊 为什么 他已经回去了 对 他已经这个 很从容不迫回去 现在两岸这个交流 有留学生 大陆生在这边求学 有在那边做生意的 有这个自由的背包客来去 干嘛要大费周章 对 你说的很好 来读书就好了 对就可以了嘛 你也欢迎他来啊 对 是这个样子 干嘛还要这么辛苦 那划了一个橡皮艇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讲 这是一个安全的测试 警觉的测试 当然这个从小凳到大凳 然后到金门啊 我们也很想看到 湾洋大海没有任何屏障 你在地面上的时候 你可以有壕沟 你有帐壕 我看不到 你也在下面嘛 你这湾洋大海 你怎么就隐蔽 除非你是潜水艇 潜舰 你没有潜舰的话 一栏无遗 怎么会抓不到呢 所以上次没抓到 这一次抓到了 金门一看过去 这边我从大凳看过去 就看到对岸了嘛 你过来上面有个东西 而且这橡皮顶还那么大 对 这不是那么小的东西 将军你讲得很好 我想请教 他这一次是上岸之后才逮捕 我们雷达这一次有侦测到 我们是不是应该制定一个规范 我一定要上岸 我才能逮捕吗 如果我说这个橡皮顶 它上面承载的是有爆炸 伤害威力的物品 或是炸药等等 我应该要很远的距离 雷达就要侦测 甚至制定一个规范 我必要使可能就集成你 必要使我可能就轰炸你要反击 是不是应该订定一个精准的 而且比较有积极的一个规范 对 这就是我们讲的超前部署 在六千公尺到四千公尺 是限制水域 我这时候就可以超前部署 就把你逮捕 那么进来到限制水域了 四千公尺到岸上 这是禁制水域 你更不可能进来 禁制的 禁制 制就是一个制服的制 不可以了 那我们还等你上岸 我们拿相机来拍 还拿一个额温枪 帮你量额温 变成这个样子了 要超前部署 在第一拦截点先拦截到 很快还到第二拦截点 最重要的第三拦截点 是在岸上 我们在岸上都拦截 所以我要认为 我们的警觉心 我们的超前部署 我们的安全的预度 预量要够 因为已经到了限制的时候 我们就要先做警告去 保守我已经看到你 或者是我们就把他借户 一个海巡警出去 把他带回来 然后我们是在前面 把你抓到 而不是在前端拦截 而不是中端拦截 中端拦截 换句话说 已经到我们家门口了 所以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有必要 在这一方面 也在这方面 SOP应变的方式 还有警觉心的提高 还有这种 人员的这种快速的 这种动作 我们都要做一个 彻底的来行政 将军谈的 已经谈出非常多的核心问题 该不该积极的超前部署 这样的构组 像鼻鼻 我根本解放军 你笑 我装雷达 我也成功上岸 我踩着两张斤 工人才发现 一堆海巡鼠 一睡睡十几个小时 这边我不用马达 我还是可以偷渡上岸 这变成一个破口 国安单位到海防到边境 通通都在睡觉 养一堆米虫 停会兄 这个将军刚刚有提到了 就是说 我们在金门市 上有公告 禁止水域 禁止水域 跟限制水域 那海巡 有一定的作业的规范 也就是说 当他进入到我们的 这个禁止水域的时候 如果劝你不听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动武的 也就是说可以开枪的 开枪先对空鸣枪 然后再针对目标物 来进行驱离的动作 这是有一点SOP 但是让他大喇喇 这样就直接登上岸 我倒是觉得是太夸张了 因为基本上 直接在海上 就可以做驱离动作 不用让他进到 这个我们的岸上 那再来就 我比较怀疑 就是说刚刚 这个舰长 也有提到了一点 就是说你要看那个里面的 基本的魔鬼的细节 如果你把海巡把那些相关的 这个相关的证物来讲 全部摊开来讲 我比较怀疑 对我来讲比较有兴趣一点 就是说他有两只手机 他除了两个所谓的 行动电源之外 另外还有两只手机 那两只手机呢 有一只是传统 像以前Nokia那一种手机 也就是说 没有办法用智慧型上网的 这种手机 那种手机有什么好处呢 他没办法用GPS给他定位 也就是说 他其实想做任何事情 以及现在假设情报人员 通常来讲的话 他不会去拿智慧型手机 来做通讯 他通常军方 或者是所谓的一般的 就是说一般老百姓 他只能在市场 市场上只能买到智慧型手机而已 这种传统型的这种手机 保密手机来讲的话 一般他买不到的 那为什么他会有 这是其实我觉得 还蛮麻烦的地方 而且他22岁 这种所谓的一般来讲 他很穷啊 他连穷到智慧型手机 都没办法买啊 也不是 那个反而买不到 那个反而买不到 那个在市面上 反而很少办法去买到 那种手机 他有一台是智慧型手机 但是有一台是 那种传统型的手机 那种传统型手机的话 可能有涉及到 他必须要跟 自己所属单位来进行通讯 然后进行保密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 海巡署不要轻忽这件事情 把他相关的手机来做解密 那通年记录业等等之类的 来做一些相关解密 来确认他的真正身份 是什么东西 才是最重要的 是 来 瑞大哥这边补充 他们现在已经五天两次 各位 如果他真的那么穷的话 他为什么会上淘宝 花六万块去买那个橡皮艇 重点来了 告诉各位为什么呢 对不对 他有其他的方式 他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 那么一定要用橡皮艇过来 而且两个人不业同 都是投奔自由 这很怪 非常怪 有人说是因为 中共受到美国经济制裁 所以现在大家一穷二百很难过 他还花六万块去买橡皮艇 然后最近中国 今天钢铁股台股的钢铁股 脏得要死是为什么 所以中国钢铁那个 等于说需要很多量 他整个经济也在起来 因为疫情 后疫情时代 所以中国并没有大量的疫情 所以他的经济也没有 惨到那个程度 这时候突然间又有一个 又有一个 各位不要忘记 之前才有一个上乌丘 你知道吗 到了乌丘去 之前有一个到乌丘去了 所以我们的外岛 我们的本岛 都有人这样渗透 大规模的告诉各位 大规模的渗透 你如果说是十艘橡皮 你这样过来 绝对看得到 海军看得到 海巡看得到 暗巡都看得到 所以但是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不是十个 不是十艘 最怕的是化整围临 这样过来 而且你不要忘记 台湾的海岸线很长 他今天是从 他们这个湖建这边过来 对不对 我问你 他如果是用母船放的方式 如果是从东部上来怎么办 东部你的宜兰 台湾能够登陆的地方 事实上只有14个地方 台湾我们自己本身的国防部 跟美国还有中国 14个地方 哪些可以登陆 一清二楚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都自重兵 可是如果逆向思考的话 他从东边 你认为不能登陆的地方 而他们只派少数的兵力 上面带了一大堆东西 渗透进来里面了以后 我问你一件事 难道他没有办法 跟在台湾的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第五重队 那么合纵联合吗 那到时候如果有接应的话 我记得我之前 才在我们节目中讲过 因为去查一件 这个所谓的 人罗署的案件 冲进去才发现 我三个大圈仔 藏短枪 M16冲锋枪干什么 后来才发现 原来一年前 他们是从金山那个地方 逐台语 从那个地方偷渡 划那个板 划板这样子上来的 你知道吗 那我问你 那如果没有查到他 那三个人在台湾 没有人知道 那坐舰半科 然后搞什么东西的 没有人知道 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 要把它当作很严重的事 如果再有第三艘橡皮品过来 这就是严重的国安问题了 金门在早期的时候 我相信做了非常多的关卡 不是那么轻松可以上岸的 而现在金门的肉品 也严格销到台湾来 因为金门已经有发现 这个非洲珠瘟呈现阳性的 这两天我们曾知道说 偷渡了 有一些已经验出阳性的一个肉品 一下子到台中 一下子到金门 你会发现很巧合 那个肉品呢 曾经一天当中 销往了台中 又有新竹又有金门 那现在偷渡客呢 现在也都五天之内两度成功了 我们的海防单位 真的不能够再睡觉了 不过在这边 我先请教这个谢医师 你刚看到现在量体温的时候 我觉得他应该去验那个PCR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中 你知道吗 你如果有中 还好我们的海防人有看到 是有点全副武装了 不然全部都要隔离 一脱落都要隔离 这两天从诺富特一直到华航案 因为诺富特饭店 今天再度增加一个员工了 等于华航案到目前为止 有二十九个人确诊了 大家现在在努力当中 不管来自于桃园市 或者是在CDC防堵 他进入社区的任何的可能性 我相信我们会这么辛苦 去做疫调 这么去评估说 这些华航的机制人员或长荣 台湾的机制人员 不管是本国或是外籍的 三天的居检不够 延长为五天 你要延长到七天 七加七或延长十四天 就像陈世忠所讲的 航空公司可能会逗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 是这样针对这个机制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该居检 该自主健康管理 真的不能够马虎 还有防疫旅馆 请各地方政府 好好地管 混住乱住乱管理的 说真的该罚就要罚 可是现在大家迎警所期盼 AZ疫苗本来打的 意愿都非常非常低 这几天听说打的意愿很高 而且人数也创新高 次费的人数现在也到处好像都爆满 真的有这个情形吗 你所了解的 谢医师 的确这个在这一次机师跟这个防疫旅馆的 这一次应该算是台湾最大的一次的群聚事件 我想台湾之前已经有好一段时间都没有本土病例 我觉得大家有点在松懈了 我觉得我在很多场合开始看到大家不见得有好好的戴口罩 那我也参加一些典礼 我发现很多人开始在那边握手 在颁奖的时候会握手等等 那或者是一些社交距离 以及这个手部的清潔 我觉得大家有开始有点松懈 那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松懈的本钱 我想全世界的疫情还是如火如荼 那台湾本地目前我们疫苗接种的人口比例还是非常的低 那所以我想这一次的这个群聚事件 刚好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提醒一下我们说这个 我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有点在疏忽这个相关个人的防疫措施 以现在全世界这个新冠病毒流行的这个规模 其实我们再怎么样做这些检疫隔离 我觉得还是很难长期一直保持 我们大家可能心中期待说 本土要零确等等等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我想我们政府花这么多力气 花这么多人力物力才能在维持 目前国内很好的疫情控制 最主要还是要能够撑到 药物跟疫苗上市的时候 而不是说能够一直自外于世界 能够自己台湾一直成为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净土 这不可能 所以我想这个疫苗 还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将来能够让整个世界的疫情 能够有良好的控制 然后在台湾大家能够跟这个病毒能够和平共处 不会再需要因为这些偶尔的群聚事件来发生这些恐慌 你讲一个概念 病毒会一直在一直存在 怎么跟它和平共处 来大家所期待的你本身身为高端疫苗第二段实验的主持人 国产疫苗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打 而且确定安全有效 来谢医师 我们即将在6月15号以前把这个期中报告交到食药署 6月15号以前 以前对 然后卫福部会在6月底以前完成这个紧急授权的审查 看是否通过 那如果通过的话 7月份就可以开始让民众可以开始打得到疫苗 那不过这个只是最让这个疫苗能够取得核准的一个关键 那不过还有同时 还有两个临床 试验也同时在进行 这两个也很重要 一个是针对年长族群 我们知道新冠病毒针对年长族群 是有最大的伤害性 最容易发生这个重症 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年长族群 特别有一个所谓的高剂量的临床试验 如果说万一我们目前所执行的第二期临床试验 这个标准剂量 如果对年长族群 效果不是那么好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试验 我们来看高剂量 会不会让这个年长族群 得到更好的保护效果 那还有第三个临床试验非常重要 我们看这一次的群聚事件 很多的英国变种 那当然除了英国变种之外 我们也知道后来还有所谓的南非变种 巴西变种 以及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印度变种 那这几个变种 其实他针对这个疫苗的保护力 都会有影响 英国的还好 英国变种的主要就是提升 他的传染力 但是南非印度巴西 他们对于不论是莫德纳 辉瑞或者是高端疫苗 都会受到 这个保护力都会受影响 那当然现在大家 这些疫苗公司 都有针对这些变种的病毒 在设计下一代 在研发下一代 所以我们那天才说 要赶快买 赶快病 对不对 但是其实病毒变种的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看在过去半年这么短的时间 已经发生这么多种变种 我们是不是每次都在病毒变种 我们才来设计新的疫苗 我们好像老是追在病毒变种的屁股跑 我们有没有超前部署的方式 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 这个月即将执行的第三个临床试验 我们即将想要设计一个新的施打的方式 能够超前部署 也就是所谓的施打第三剂的方式 高端正在研你 对 第三剂 因为我们在动物试验的时候 已经有看到说 当我们在试验动物达到第三剂 让它综合性抗体不只是足够 而且是非常高的情况之下 即使这些变种病毒 让保护力受影响的前提之下 只要综合抗体非常高 这个变种病毒的影响会相对变小 所以我们在第一期试验的四十五位受试者 他们以标准尽量打 综合抗体已经相当很不错 但是我们期望说 我们可不可能透过第三剂的施打 重现这个动物实验 让这些受试者的综合抗体 可以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 或许这样子就可以克服这些变种病毒 对于疫苗 所以第三剂是针对变种病毒 对 所以我们这个第三剂 等于说就是就是一个 不只是打第三剂 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 他真正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对 针对这些变种病毒 有一个超前部署的一个方式 我想如果说这个能够成功的话 我们就不用老是因为说 病毒又发生变种了 我们又得要设计新的疫苗 对我想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这个是非常重大 而且是好消息 请问一下 AZ现在很多人说是隔八周 那高端呢 要你第一剂到第二剂 这隔多久 四个礼拜 我怎么听到说两周就可以打了 四个礼拜 真的吗 对对对 现在两个礼拜就可以打了 四个礼拜 四个礼拜 还是一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这个是目前大多数的新冠疫苗 大概间隔的都是四个礼拜的时间 那AZ当初也是设计四个礼拜 不过后来发现八周十二周 好像效果也不错 所以目前AZ疫苗在国内是 主要是以隔八周作为主要的建议 那的确这个在目前开放自费施打的情况之下 的确这个民众的反应相当不错 尤其受到这一次这个本土群聚的影响 很多民众就有有很高的意愿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是各个医院 都有感受到 我们这个自费 这个新冠疫苗AZ疫苗的施打 几乎都是天天爆满 我们说有点像那个知名歌手的演唱会 这个名额开放出来 几乎就是秒杀的程度 几乎就就爆满了这样 所以很多医院 包括台大医院也根据这样子 甚至还加开门诊 或者是再调高这个额度 让这个想要施打的民众 能够打得到 是是是 好大家都有正确的防疫观念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的 来我请教叶元芝 那对智安有信心吗 镜周刊透过子母框告诉大家 有议员在质询 为什么不去查 当时黑衣人攻入松山分局 最关键的始作俑者 就是那个杨教官 九十六秒 难道是前半段攻进去吗 还没攻进去 我看到镜周刊的报道 他们怀疑这个教官是有问题 现在是怎么样 官官相护依然还在掩护吗 来 人之看到什么 那个那个议员 他就质疑就是说 这个警察的警察局内控 是不是有问题 因为那个教官听说就是很爱喝酒 那你怎么去追踪他平常的行为 如果他很爱喝酒 然后闹事以及交友复杂的话 你本来就应该要专案去列管他 那今天你如果说可以透过监视区 看出来那个教官 他的一些跟那个歹徒之间的一些 不正常的互动的话 你就可以把他揪取出来 我觉得一开始为什么会爆发这种松山之乱 就是因为大家就是要袒护那个教官 所以才会一而再再再说谎才会把这个事情闹这么大 所以如果到现在为止 警察还要走那种袒护的路线 只会让人家失望 那包括昨天 那个昨天不是有抓到那五个人吗 就是破蟑螂那五个人 结果我看那个陈家昌 就是台北市警察局长反应 也是非常奇怪 那个陈家昌他的回应是说 还好这个蟑螂不是冲着我来的 让我送了一口气 所以所以不是冲你来 你就送一口气吧 不是吧 你应该要去呛那些人吧 你说你要呛那些歹徒说 你怎么敢在我的辖区撒蟑螂 你是看不起我是不是 我要把你们操翻 或者是说我要一定要给你们 除恶物禁 你应该是要这种态度吧 你讲的这么软 那我们其他人看到 哇塞 这个人家都对你破蟑螂了 然后你还说好陈不是跟着我 那你这个警察局长实在是 我觉得实在是很差 所以今天他们今天早上也有扫黑 但是扫黑呢 现在很多那个黑道堂口就说 你也针对那个扫黑好不好 你为什么因为造势的那几个堂口 你不去扫 然后你现在扫别人 那你我们不获得无辜的波及吗 还有现在黑道大哥 以前扫黑的时候 他们都出国避风头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 通通都出不了国 所以都在那边插一蛋 所以会不会造成另外一种 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些 那种稳定都被破坏 我觉得是警察局特别要注意 扫黑 说真的 黑道 难道黑你就要扫人家吗 必须要有违法 那双臣到底做什么 那热德大哥 陈家昌到底在做什么 那陈家钦又在做什么 怎么会四男一女 撒了蟑螂之后呢 弄公 我们都不知道 这原来有这么多的警政高官在这里 我们都不知道 有这么多政治人物在这里 四男一女都不知道 有人负责拍 有人负责撒 人负责接印 通通不知道 只是为了一千五百万元 陈家钦还颁奖给这个破蟑螂之乱的有工人员 这个双臣是怎样太天真太可爱吗 有没有问题呢 来 王瑞德 因为这个案子包括从松山分局的黑衣人之乱开始 一直到那么北投分局 北投分局还不是姓造的那个事情 北投分局是因为北联邦开三枪的事情来投案 风光走星光大道 竟然没给他上口手铐的资警 所以认为警戒是丢脸 一直到丢蟑螂 你不要忘记 三个事情都在三个分局 都在台北市警察局的这个辖区里面 所以陈家昌台北市警察局长 责务旁贷 台北市长柯文哲更是必须要负责 那么他今天 我记得他今天还出来讲说 台北市的治安没有恶化 搞成这样还没有恶化 不要老是会换灯泡 要把治安管好 另外警政署长陈家钦 当然必须把这个 等于说治安弄好 因为你是 虽然说警政一条片 但问题是你是台北市警察局长的长官 所以概括承受 你就是必须要这个处分 你就必须要这个 等于说做你自己的相关的调整 扫黑非常好 那么刑事警察局一口气破了三个 包括黑帮 包括这个诈骗集团 三个大型的帮派 包括刑事警察局的针灸队 也破获了案件这样非常好 我们高雄市警察局 也少了四海帮很好 台北市警察局今天早上也出来 说他们破了这个 把一个人抓到这个汽车旅馆去打一打 然后加到那个签本票 等等的一些案件就对了 可是问题是 距离我们说的这个 深圳的扫黑大尾 黑社会 五千米一斤 跟一条五千斤是不一样的 台北市本来餐厅就不应该容许 一千只藏仑把人家丢进去 再误决婚就可以这样子干吗 现在今天被害人这个吴老板 已经在两个律师陪同下 到了中山分局做笔录了 查清楚到底是什么 不是针对警察来的 难道就可以这样干吗 不是警察来的 他也不能这样干吗 你也不能允许他这样干 幕后是谁 查出来 一个都不可以跑掉 还有今天议员说得很好 要查清楚 是谁让那些黑衣人 竟然跟这个杨姓教官 在松山分局前面握手言和 是谁 谁这样干 谁叫负全责 不管是双城 陈家昌局长或陈署长 是不是还有影片没有公布呢 你们公布的是不是后半段 前半段 杨教官跟黑衣人发生什么事情 要不要立刻公布 怎么会用阵风单位来查呢 然后你们相信吗 千只蟑螂说这些孩子都不知道说 原来这个场合呢 其实巨星会当天晚上从头到尾 将军人在现场跟他扮这区而已 就是说所有的餐厅人员 就是要服务这些人员 你跟我说你去丢蟑螂 不知道说这里头是在招待什么人 你觉得谁会相信呢 还有呢大扫黑衣 扫了包括竹联邦天道门九个人 这是一场秀吗 还是根本要完成以前该完成的业绩呢 来非常谢谢各位 持续锁定心肠 我们再会